女儿一难受我就说 要怕妈妈在跟前 你死了我陪你死 多苦我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我呢去支持女儿 女儿来支持我 我俩互相的帮助 就活到了今天 越活越活不知道为什么 反倒坚强起来了 一开始那种就活不下去了心情了 现在没有了 那么接着做个新的视频啊 外地的母女来到上海看病 现在呢 妈妈是这个腰椎骨折 躺在床上也很久了 女儿呢是乳腺癌 本来是三个月的 现在来上海看病呢 活到了三年了 但是用掉了很多钱 对吧 把房子卖了现在 那么母女现在呢 也是想寻求一点 这个社会的帮助 是吧 那么阿姨你来说一下 你这个请求吧 我呀这回叫库库老师来呢 主要是我想我女儿呢 能不能找到一个 就是哪怕是工资低一点 也不要 也能够发挥她作用的 挣一点钱 她自己能养活自己的 那么一个 因为你女儿的这个情报 我们也了解过了 是还学历还挺高的 是吧 对对对 另外一个我呢 现在刚刚开始起步 在头条呀 在网上不是要发这个东西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也希望网友们呢 来看看我的视频 是不是从我的身上能吸取一些内容呢 能帮助到大家的同时 我呢如果是以后能够慢慢的呀 流量大一些呀 能够直播什么的呢 是不是我自己也稍微有一点收入 这样呢能解决我现在困难 因为前面你也说到 你这个用掉很多钱 现在都有点欠债了 我欠债了 现在这个月的这个 如今差一点没交上了 然后都是一些挨友啊 来帮助 然后才就是昨天前天才付上去了 现在我关键就是 今天还给人家小债还欠着债 然后我女儿呢 如果今天到晚上12点 不给人家的话 又预期了 预期坏在哪里呢 下次我们再也不能借出钱了 那就更吓人了 所以你们还是想通过自己去 去想办法去 能缓解一些压力嘛 对呀 去工作也好 去拍视频也好的 对对对 就想通过这两个方面 女儿通过一些的工作呢 我呢通过视频呢 稍微能够养活我们自己 而不是靠什么贷款呀 别人的这些个资助呀 什么借呀 借亲戚的 我们心里过不去 心里过不去 太过不去了 你们经历了这么多挫折 对吧 毕竟你们以前这个家境啊 还是可以的 对吧 现在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但你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生存着 还是在寻求这个突破的机会 这个呀 可能跟我们的家庭教育和我们的思维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呀 一开始先判我们死刑的时候 我就想生和死是一样的 我们快乐一天也是一天 苦恼一天也是一天 如果我们能够活 那我们这一天就不要成为苦恼的 没有吃的就少吃 空一天 有吃的就吃 就是这样的思维吧 多苦 我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我呢 去支持女儿 女儿来支持我 有的时候 我悲伤的时候 女儿说 妈妈 我在你身边 你有什么悲伤的 有的时候 我女儿也特别难受 化疗的时候 都简直是满头发都掉了 然后就是血小板 全都低了 快要死的时候 女儿一难受 我就说 要怕 妈妈在跟前 你死了 我陪你死 经常我会这样说话 她也会这样反过来说 我 然后我俩互相的帮助 就活到了今天 越活越活 不知道为什么 反倒坚强起来了 一开始那种 就活不下去了心情了 现在没有了 只是觉得 不要给大家带来麻烦 特别是不要最后 把我们俩从租的房子里头 轰在马路上 我俩死在马路上 我俩要混到那地步 我也新手了 我就想 如果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努力 哪怕最后在一个农村 郊区 一个地方 一个一间小小的屋子 属于我们的 我们两个可以在那个地方 了解我们的人生 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没有更多的了 吃与喝都无所谓了 不给任何人带点麻烦 我是这样的想法 最终我的理想 至于什么目的 我都没想过 因为我和女儿 从来没有害过人 因为我们心是善良的 对吧 但是我相信 我和女儿既然信佛了 我们能上天 我和我女儿可能呢 将来在天上还在一起 所以我想挣一些钱呢 我们女儿再挣一些钱 哪怕特别少的钱 现在农村也不是很贵的呀 买一个农村 一个小小的一间房子 我们俩就到那里去 清清闲闲的 过日子 女儿呢 画画画 然后翻一些东西 写作 我呢 发一点视频 这样也能养候四季啊 不是很好的吗 这是我们两个的理想呀 没有更高的理想 什么这豪华东西 我们不需要 那也不需要了 如果再能更 挣更多钱的话 我真心想跟你们讲 我要给那些 看不起病的人 真的是看不起病 癌症 特别是癌症的人 我想给他们钱 我想把我们这个农村的 那地方再买一间小屋 收留那些 像我交不起房租 死都不知道死哪里的人 我要把它放在那里 这是我最终的想法